季周年度盛典终于在龙冬季节来了 虽然龚俊和杨幂确认不出席 让不少粉丝表示遗憾 但纵观本次红毯明星秀还是星光熠熠 流量明星和新人演员大都前来共襄盛举 田锡薇最近靠一部小田居大火的新人演员田锡薇 成了本次红毯比较瞩目的女明星 但很遗憾 田锡薇的二套红毯造型都不够出彩 虽说第一套黑色亮片长裙都乐出她的好身材 而且全黑系的色彩搭配也显得很神秘又高级感 可惜整体造型毁在齐刘海 不知道田锡薇是不是想要延续李薇 古装刘海的甜美造型 所以本次红毯秀也选择了同款刘海造型 但她努力营造甜妹子形象 却与这套黑色礼服很不搭配 而田锡薇第二套造型更是彻底翻车 不变的齐刘海只不过是扎起了马尾 还特意留了一缕头发 整个发型显得奇奇怪怪很不大方 虽然颜值扛住了生涂 但是造型却让人失望 重点是这套美粉色的薄纱长裙 无论是裙子的版型还是设计 都像极了孕妇装 本身田锡薇很瘦了 却偏偏被衣服衬托得腰身格外粗壮 这套造型真的从头到脚写着失败两个大字 尤其从侧面看显得田锡薇格外粗壮 行走起来像一个粉色的冲气球 网友们也是纷纷吐槽 留言说 大翻车 腰部那里太可怕了 还有网友遗憾地表示 这造型简直是灾难 关晓彤 关晓彤的生涂还是很能打的 本次的状态也很不错 妆容干净又不失妩媚 搭配大波浪造型格外风情 但问题出在一副大手臂部位的设计 紧身的剪裁显得关晓彤的臂膀格外粗壮 有几分麒麟的感觉了 而且生涂之下 关晓彤的脸格外的圆润 是不是又胖了一些 文永山 生涂下文永山的额头格外奇怪 又大又圆 而且脸部有些僵硬感 另外本次造型也普普通通 没什么亮点 马思纯看马思纯的红毯动图 就发现跟精修图差别很大 精修图中的马思纯脸部很小又精致 但动图中却看出马思纯有些苍老了 并不是年龄的老去 而是整个人带着浓浓的中年气质 不过本次红毯选择了一套灰色西服裤装造型 倒是显得很干脸 吴轩仪依旧甜媚路线 不过吴轩仪却没有选择刘海造型 而是搭配了公主头 再搭配可爱大花蓬蓬裙 以及温润的大颗珍珠项链 整体营造出可爱少女的元气感 张佳妮动图中看张佳妮 很明显感觉到她瘦了一圈 虽然正在经历跟买超的离婚风波 但张佳妮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整个人很明显的销售感 不禁让人心疼她 本次造型张佳妮走的贵妇风 断装不是优雅的发型 搭配黑白皮草和丝质长裙 配以奢华钻石项链 整个人高贵典雅 白露 白露走的也是公主风 可爱又大气的发型 搭配复古感十足的长裙 又甜美又不失优雅感 而且白露的动图颜值扛住了 张灵鹤 张灵鹤的生涂 唯有暴露太多问题 整体发型和双排扣 极具设计感的西装很搭配 唯一的问题是 张灵鹤的粉底太厚了 生涂镜头下 整个人的脸跟脖子色差明显 而且本次红塔很有趣 张灵鹤和白露前后出席 两人之前还被传恋情 这次就齐聚盛典 也不知道是不是GQ刻意给网友送瓜 张若云 生涂中张若云的状态不太好 整个人疲惫感很明显 而且黑蓝色彩的西服衬衣搭配 并没有太大的亮点 唯一的亮点就是粉底选的过于白 王鹤帝本次红塔南明星们的问题 统统出在粉底太白的状况中 王鹤帝也是 生涂下她的脸跟脖子色差是最明显的 不过这都不是大问题 关键在于王鹤帝作为新一代的流量明星 时尚资源超好 一身奢侈品大牌趣味白色西装 不但很符合王鹤帝的皮帅气质 也穿出了时尚灵动感 王一博虽然像吐槽王一博的表情管理 依旧是那么酷酷的不近人情 但不得不说每一次的红坦造型 王一博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这一次红坦造型丝绒西装搭配精致的项链配饰 整体优雅精致如王子 诚意提一加彩条领带和衬衫的搭配很出彩 是本次红坦男明星中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造型 但问题是生涂中诚意的状态看起来不好 些许疲惫 丁程鑫虽然一身霉红色西装夸张又妖艳 但是胜在年轻 丁程鑫扛住了这么浮夸的造型 而且生涂之下 丁程鑫脸上的痘痘才显出他年轻的状态 李线虽然穿着有些许戏血感的皮质风衣 但李线却偏偏穿出了老干部的感觉 不愧是一身正气的李线 应是将这么酷的皮衣 穿出自己的风格 纵蓝本次红坦明星生图 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谁给你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呢